大河流过乡村与城市 流过荒野与边界 它有时平静 有时狂野 在不同的国度里 繁衍出不同的生活 我是佩颖 我是Tina 我们将沿着梅高河 带着大家去旅行 龙坡帮为何是来寮国旅游 必须来的地方 我现在带你们来这个 找市逛逛 看一下这边都卖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个超特别的东西 这也只是小小的猫头鹰 它为何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到底有多热闹 现在就跟着佩颖 走入梅高河上最后的秘境 三 二 一 你有没有看到 超多人在排队的 我现在在的地方 就是永珍的高铁站 然后我们即将要前往的是 龙坡帮 我想这么多的人 也都是要跟我去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龙坡帮 就要举行传统新年泼水节 这么重要的盛会 我一定也不能错过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出发吧 搭着高铁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我们来到了辽国北部的龙坡帮 我们的生意超好 都是当地人 吃吃看 好好吃喔 你知道吗 现在才早上的七点啊 我在龙坡帮这边一个 非常传统的早餐店 你看就已经很多当地人来了耶 我觉得不管到哪里 真的跟着在地人吃就对了 这一口我真的有点吓得到 然后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边也卖超多东西的 除了我现在在吃的这个 很传统的肠粉之外 它旁边还有卖这个粽子 河粉 粥啊 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 然后来到龙坡帮之前 其实我有稍微做过功课 所以我也有列了一些 自己的愿望清单 那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拍照 所以我就很想要去这边的一个 制高点普西山 去拍大家说的绝美的日落 然后同时呢 因为这边真的非常的热 我也想要感受那种 一年一度非常热闹 然后据说他们真的 全部都在狂欢的泼水节 再来我想要去体验 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 五毒泡酒 再来我还有一个 是我自己的小小心愿了 就是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呢 一定要做一些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成为我在旅程当中的记忆 这些都是我在龙坡帮 想要一一达成的愿望 那现在吃完我丰盛的早餐之后 就要开启我们在龙坡帮的旅程咯 龙坡帮坐落在湄公河与南康河的交汇处 是一座被湄公河包围的山城 它从中国边境流入辽国境内时 穿越了这座一世独立的神秘小城 也让这座小镇充满了魅力 我们特别带大家来这里感受 这座小镇在湄公河畔的生活文化 在庆典前我先带大家 从农村的生活体验开始 认识龙坡帮 浓浓的湄公河的味道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闻的是什么吗 我稍微站起来让你们看到一下全貌 这个就是湄公河的河台 然后我带你们稍微往后一点 看一下它最原始的样子 就是这个 看到了吗 它非常的绿 刚从河里面打捞上来 大概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会先把它铺开 稍微清洗过之后呢 再进行调味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加了非常多的东西 像是大蒜 番茄 洋葱 葱 芝麻 各种调味料等等 然后把它晒干就变成了他们的灵嘴 是不是非常的特别 不过呢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 走来这边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的环境 这里呢 是龙坡帮郊区的一个小村落 从市区我们开车过来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现在我要带大家找的是非常恐怖 但是我又蛮好奇的蝎子 到底为什么要抓蝎子 还有这个蝎子到底有多大呢 先带大家去找这个抓蝎达人 走咯 这座小村子是以炙酒而闻名 村子里到处可以看到 卖着蛇蝎或蜥蜴泡汁的药酒 大家都叫它威士忌村 我们将请洪哥找到补蝎达人 来带我们去抓蝎子回来泡酒 今天呢 我们的辽国达人洪哥又出现了 今天他要带我去找另外一位达人哦 在哪里呢 在那边 终于找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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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怎么称呼他 你可以叫他艾西 艾西 艾西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具了吗 这么少吗 现在我要换 因为那个蝎子都是躲在洞里面 他要去把他的腿都把它换起来 这个 需要这么长一根 然后他说是在土里 所以到时候应该就是这样 我事先先演练一下 在土里这样把它挖起来 那挖起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抓呢 应该不会是用手吧 哦 我来拿一下 这是我们的容器 然后里面 还好 还好 它很像是我们吃饭在用的夹子 一边有像是汤匙一样 然后另外一边是叉子 就这样 只要把它抓起来 这样就好了 OK 我们夹过来吧 说实在的 抓蝎子可是很危险的 因为不知道洞里 可能是蛇或老鼠也说不定 如何判断是蝎子洞 达人们自有他们的一套判断方式 抓蝎子或抓蛇的工作 过去是村落里男人们农闲时的副业 但观光旅游的发展 让久的销售增加 整个村子便开始有了 专业的捕抓达人出现 他们以此为业 每天抓个十几二十只是常有的事 可是我还是很难想像 在村子附近就可以抓到鞋子 表示这里的生态还是很好的 有点油红 那个就是洞了是吗 它说就类似在旁边看到这种洞 要下去看一下 应该有 但是也要挖才知道 要挖挖看才知道里面有没有 所以 有点油红 就是了吗 发现了 发现了 原来就在这里 我看到有两个小洞 所以现在要挖了吗 可是短暗洞哭了 好 经过短暂的教学之后 我想我就直接开始好了 我一直在让它坍塌 它说叫你坐下去 我这样离它更近 天啊 一边挖一边看那个洞 应该是到头了 这个洞比较险 让达人来教你 好啦 它可能看不下去了 让它来为我示范一下 它其实挖得比我深很多 是一个定点 先往下 找出一个洞来 现在大概是半只手臂的一个长度 没迷路啊 看它这样轻轻松松 就挖得好深了 它说这个应该是那个旧的家 嗯 啊 原来是挖到旧家 它们现在已经搬家了 不喜欢这个洞了 找更好的地方去住 难怪我们没有挖到 我看它的这个姿势 真的很专业很熟练耶 好 可惜 没关系 它冬孔堂看的 能够迷路啊 让它再挖一个 好 我们试它旁边的那个看看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挖到 那我们看到这些洞 都会是蝎子吗 还是会不会 其实都会是其他动物 什么蛇啊之类的 这边人人家 欧罗 有没有风景点 哦 它说这个一般只有蝎子 因为像蛇的话 但是它是一个像一个小山丘 它等于说有土堆 然后里面有洞 下面有洞 它才会有蛇 那鹿在不迷吗 鹿在不迷 像老鼠 像米线的 老鼠 田鼠的话 它会那个洞会比较大 然后在洞口它会有一些 比如说食物残渣 还是说垃圾啊这样子 原来如此 太专业了 OK 它现在直接用手挖 为什么要用手呢 它不怕被抓 不怕被遮到吗 没有 好 有没有笑 有幼稚 对 好 好 这个没有 我们去找下一个咯 做口卖一碗 新家在哪里咧 这么追求要住的舒适 竟然就这样搬家了 每次都要 我们可以卖一碗 为什么要问呢 我问他说 他新家会不会在附近 会吗 还是要找一下 好像又看到一个洞咯 但不是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往里面走 那他们是会一直在洞里吗 还是说什么时候 可能会出来活动活动 早吃的 我听没有 那个 才看到一个洞 有到啦 有没有可能是新家呢 然后 好害怕 这个是不是新家 也不确定 要花了才知道 你可以先手进去看看 有没有 他没有这样说我确定 但是 我刚刚自己乱家的 他说蝎子一般出来 觅食的话 他都是晚上 都是晚上 OK 太好了 我刚刚边走一直很怕说 我突然踩到他 或者是要从哪里跑出来 然后我现在都还在洞里面睡觉 晚上才会出来 来吧 好紧张啊 我又想看 然后又不敢靠太近 有洞的 有洞的 我看到他里面有一个 像小水管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管径 到底有没有勒 我刚刚看到一个 很像尾巴的东西 你 你 你 我看到了 有 三分之一 他现在露出了大概 三分之一而已 我干净 有什么想法 我要夹到哪里 他的头还是他的尾巴 只要把他夹稳就好了 这样子 我刚刚看到我的夹子 就是你不要动 地上 我 下 他 穿了 他里头头一直在蹲 好像一直支住他的背面 而且他的尾巴好多细毛哦 天啊 我第一次看到 还在动还活着的蝎子 你会看到我在镜头当中 好像一直叫啊 好像很害怕 害怕会被他咬而已 可是其实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什么移动那么快啊 或者是看起来多么具有攻击性 我现在把他夹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 装进去吗 再靠把他放 好 我觉得那个最害怕的情绪 应该就是来自于 我知道被蝎子咬了之后 他们说可能有半天 你都不能动 我之前是曾经吃过蝎子啊 可是我没有被他真的咬过 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 我从头到尾都是拿着那个夹子 远远地在夹他 然后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赶快先把他盖起来 好惊险 但是这个洞里面 就只会有一只吗 有点酷 一般有时候蝎子也是 一队在一个洞里面的 在哪里呢 我来自己来找一下那个洞 来 等一下 我看到这边有三四个洞 猫咪 这里会有吗 猫咪 猫咪有吗 她说应该没有 但是要挖挖看才知道 挖挖看才知道 好 直接把人家的家破坏了 这样对吗 对 没错 挖挖 不错 挖挖 对你 没有 是树枝 虚惊一场是树枝 我看到是有点藏藏的东西 我就以为是不是 要不要还要往它上面 往它上面 它里面有好几个小洞 没关系 我请你招人来帮我确认一下好了 请你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没有了 它手伸进去抓了 那是吗 它是往那个 可能有点往左边走 猫咪 有 喂 真的有看到了 我本来以为没有的 你看 专家出手就是不一样 天啊 我来夾 来 来 夾子呢 在这里 这边真的有一只 送我的 送我的份可以吗 今天的第一只达成 哇 你看它一直在抓 一直在挣扎 好 我要先把它收起来 等一下 我看到里面好像还有一只 等一下 我怕它抓住旁边的那个草 它就死命抓着不让我夹起来 但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到底该不该用力的那个 我怕它手断掉了 我怕它抬起来了 它真的 撈不起来 这一只它特别大只 而且又很有力 这是弓的吗 这一只是弓的 这一只是弓的 所以它在那个洞里面 如果有两只 会是一弓一亩这样吗 它们在洞里面 它说如果在洞里面 发现是一对的话 一定是一弓一亩 OK 没有两只弓的也不会有 嗯嗯嗯 那我也把它装进去咯 它其实也会发现 要掩饰住它害怕 好啦 我刚刚一直叫我用手抓 你看自己 怕成 怕成这样子 真是的 好啦 不要玩了 我来把它抓回家 好 这是 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惊险 然后重点是这些 后来才认识到捕蟹打人 他们的工作 除了就是抓这些蟹子之外呢 他们可能也会把它 拿到市集上面去卖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会拿来泡酒 因为对他们来说 那个外形啊 非常的吸睛 所以呢 慢慢慢慢的这边 也越来越观光了 然后发展前很多观光客 会来这边去参观 然后去体验 甚至是去购买这个 五毒泡酒的地方 这边的那个绕牢啊 他们都是放了很多动物啊 昆虫啊 器官啊 等等的 然后甚至还有药草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主角还是它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奇 你看这个鞋子这么大一只 然后这个瓶口这么小一个 到底要怎么装进去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时间 DIY我要来完成这个制作 道具全部都在桌上 所以我们现在就第一步 是什么呢 啊 它接到手抓了 啊 哦 它还挑了一下 但我们现在因为它还没有泡 所以先挑小直的 从尾巴掀下去 现在已经 头快进去了 它的手 这感觉需要一点 小技巧才可以把它这样 哦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OK了 它们这个也很注重美观的哦 姿势还要漂亮 它把它的脚 把它每一个都展开来 它这个拿着现在这个铁丝啊 它的头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勾勾 然后现在勾着它的尾巴 它想要让它的尾巴怎么样呢 这样J吗 它大概弄了大概两根 大概这种这么长的长度 对折 V字形的放进去 好 很讲究细节 它的位置 每一根都要排得很整齐才OK哦 它现在是对称的 就是鞋子放在正中央 然后左右各式两支的这个要槽在里头 那个Lunni Loser 好 接下来 重点来了 要来放这个酒了 已经是糯米酒的成品了 加入这个酒之后也还是要调整一下 它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 每一个角的姿势 间距都要很完美哦 好 示范完成 这就是专家的作品 这就是专家的作品 不过呢 除此之外 在泼碎节期间 当地的人们 他们会进行一种非常特别的祈福仪式 我现在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咯 走吧 上船 谢谢 美工河对于龙泊帮人来说地位有多重要呢 在庆典前他们会全家人出动搭着渡船前往河州沙州堆沙塔 到底这是一项什么活动还是习俗呢 跟着去瞧一瞧你就知道了 以前这些居民们都会西家带眷一个家庭搭着小船 来到美工河中间的小岛上 然后堆起了这个沙塔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一家人在堆 而且他们看起来气氛其实是满开心满欢乐的 那这个传统呢 其实在两国各地都有 不过在龙泊帮被保存的最完整 它所象征的意义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插着竹枝 然后有很五彩的图案 例如说动物啊或者是佛像 甚至有一些插着鲜花 主要就是用来祭拜祖先的 那它会做成尖尖的形状呢 也是希望可以为家人祝福 然后节节高升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像这样一个祭祖的活动啊 通常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好像都会觉得 它可能是比较严肃的 比较震惊的 但是没有他们很欢乐 然后边堆 然后大家就边聊天啊 边聊然后我也有参与他们 就觉得哇 原来这件事情 也是可以这么文心的 听到后面已经传来 非常大声的音乐了 竟然都上到 湄公河上面的沙岛 我也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后面到底都有什么 虽然我这边看到的是 满满的沙塔 可能还有一些垃圾 好啦 我们先往中间前进了哦 然后我们就走到 那个小岛的另外一个地方 更热闹 然后他们简直像在办演唱会 然后每一个人 大家都在喝酒啊 跳舞啊 然后音乐放得超大声的 然后一边是温馨 然后这边就是一种 狂欢的氛围 我才觉得说哇 辽国人真的是很懂得享受 很懂得把握当下 然后过年的气氛 也可以过得这么样子的活泼啊 然后开心啊 真的是跟他们的领族性 我觉得也很有关系 就是他们不管看待什么事情 好像都是可以这样很乐天 然后很笑笑的 虽然离庆典还有两天时间 回到小镇上 还是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热闹的集市 人来人往的观光客 还有预热的泼水节气氛 大家早安 我现在在我的房间 现在是早上的五点钟 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 然后还这么认真的去梳化呢 那是因为我今天要去参加 龙婆邦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我听很多来过辽国的朋友说 你来到龙婆邦一定要参加 不然你就等于白来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蛮兴奋的 很期待 但是我又有点未知 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也超快会迟到 我看一下现在已经点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加速 你妈妈猜猜看是什么活动 先不告诉你们 我再给你们个提示好了 它是在龙婆邦的街道上 好了 真的不能再拖了 赶紧出门 拜拜 贡僧是南传佛教的传统 出家人接受信众的食物 是放下分别心的修行 同时贡僧也给予信众不失的机会 你知道吗 现在才早上的五六点 街上就已经坐满满满的人了 我原本以为这边会是很平静的 但是没有 现在人很多 然后大家也都是有开始交谈 为的就是要来参加今天的共生 这边是小圣佛教 非常常见的一个仪式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边 所以呢 我也挑了一个我的位置 待会就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这个特别的仪式 位置在那里 中文那里 中文 早上五点半 寺院鼓声响起 僧侣们从各寺院出来 像行缠般默默拖着铜波 许许有须地步过室内大街小巷 接受早在街上或寺院外 静候的信众供养 辽国盛产糯米 信众们一般以竹篮 承载着糯米饭公僧 这也是来到隆坡帮的外国游客 最想参与体验的活动 你感觉猛烟吗 我感觉定吗 我感觉太强烈了 感觉真的 我感觉真的 我也感觉 我刚刚问旁边的姊姊 Jay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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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他现在是很兴奋 还是很紧张 他也很紧张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做过这个 来了 Jay 来了来了 真的来了 好,你出口啦 走 我的飯快沒了 但是還有好多位 我們剛才其實已經有先互相打招呼認識過了 然後Jack是來自...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英國 英國,然後他從英國來 So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right? Yeah, it's my first time in law First time in law and first time to do these things, right?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I feel happy, I feel pleased And I just feel like it's really fun It's really fun 他其實剛剛一開始我們剛入座的時候 還有分享說他覺得 It's a little bit weird 就有點奇怪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做這樣子的事情 可是約到後來好像慢慢可以 跟得上那個速度 然後也知道大家都在幹嘛之後 心情就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像他剛剛分享了 他說他覺得很好玩 然後他覺得很平靜 What's the happy feelings about it? How about the... I feel happy to get other people's things It feels good to make other people have a better life 我想知道說他為什麼會覺得平靜 然後覺得這麼的開心 然後他說是因為 他覺得這讓他感受到可以給予 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我剛剛也有類似的感覺 就是這麼一大早就有這樣子的儀式 就是一個提醒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是擁有很多的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去給予 去幫助別人 然後我相信在這個佛教當中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當我們給的越多 我們得到的也會越多 當我們得到的越多 我們就更有能力去給予 So... It's fun, right? Yeah 我剛才想說怎麼外面 這麼冷清人這麼少 沒想到這裡超多人的 我看到一個超特別的東西 這裡有一隻小小的貓頭鷹 他被我拿了然後眼睛就張開來了 好可愛喔 我猜這個應該是 他們就是把他們抓起來 然後放在這個籠子裡面 然後大家買回去之後 應該不是一樣 我猜應該是希望可以藉由放生 然後在佛教裡面就是會讓自己 好像可以洗去之前 累積了好幾年的一些 做得比較不好的事情 然後透過這個善事 來洗清自己的罪念的感覺 因為我剛剛在路上 也有看到有人在賣小鳥 我覺得應該也是類似的意思 這個市場真的太特別了 什麼都賣 什麼都有一點奇怪 我們再來看看到底還賣 什麼其他特別的東西 香蕉乾 我看到這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是經過處理的 然後他應該是有先炸過 然後再調味 上面現在是灑滿了白芝麻 然後我有看到呢 他們還會加一些調味料 像是大蒜啊 番茄啊 然後各種香料在上面 買一個來試吃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喔 你看 我吃過這麼多肉鬆 我沒有看過綠色的 這個也是核胎做的核鬆 然後我看到裡面呢 也有一些像是大蒜啊 之類的調味在裡面 然後 他旁邊好像有試吃的 我來問問看 我能不能吃看看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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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可以讓我這樣沾著吃 他們當地人都是這樣吃的 來吃吃看喔 很好吃耶 這就跟我們平常吃很多那種 日本他們會賣那種小的調味料 然後是灑海苔 在上面的是一樣 可是他吃起來綿綿的 他還要幫我加那個嗎 要幫我加一點 會不會很辣啊 我來這幾天我已經有點被辣到了 很熱 很熱 不 他都不會 我相信他 我來吃吃看 明明就會 很辣耶 但是這個辣很香 這也太下飯了我要買 我要這個 這個和這個 多少 三萬 兩個加起來三萬 OK 所謂入境隨俗 來到早市 當然要吃點在地的早餐囉 泰國來了 好吃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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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常常來這裡吃嗎 原來是去航客了 真的好好吃喔 剛剛早上我們結束了布施之後呢 隱約聽到這邊好像有人潮 結果走過來 這邊就是一個早市 然後所有人幾乎都聚集在這邊 有當地人 然後很多背包客 這邊已經變得像是一個 看起來比較觀光的地方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 很值得我們去好好探索的地方 這個我應該真的可以整碗吃完 老伯告訴我 今天一早會有大象遊行 大象逛大街的機會不多 吃完早餐 我要趕緊帶大家去開開眼界囉 來… 小心… 他又來了 你躺在這裡… 這裡… 不能擋到大象的路 我們站在路邊邊 旁邊人好多 上面有他在吃的東西 他們都先準備好了 離開了早市之後啊 我們就走在附近的巷弄裡面 然後突然間 我們就看到有三頭大象走出來 然後你知道所有人 當地人跟背包客 全部人都衝上去 很像粉絲看到什麼大明星一樣 然後大家都瘋狂的拍照 大家都跟在他們後面 一起跟著大象往前走 我們也加入他們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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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痛喔 好痛喔 比我剛好多 走不去啦 走不去啦 他們還有穿那個小小的掛飾 在他們的腳上 超可愛的 然後走一走 其實也不知道他們會往哪裡去 他們會來三隻 就是往兩個不同的方向 然後就一路上跟著他們 然後我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 看到寮國的大象 他們都走不同方向 又一隻走這裡 另外兩隻走另外一條路 然後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神聖的動物 然後我跟他們走了一小段距離 最後走到美工河畔旁邊 是不是覺得大象真的太可愛了 應該在東南亞大家都常常可以看到 可是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現在呢 要好好的愛護牠 保育牠 不要騎牠 讓牠們自由自在地生活著 才是對牠們最好的方式 還沒有到潑水節 可是光看到這個大象 感覺那個很興奮的情緒 就已經在醞釀了 看到這個了嗎 第一個 保持安靜 第二個 要尊重生人 第三個 請注意著裝 不能穿無袖 低胸 低腰 裙子 最重要的是 它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其實整個龍坡邦古城 無論是它的建築 然後皇宮 辦公室 甚至是人民居住的地方 整個都在世界文化遺產 保存的範圍裡面 但是我現在要去的這個寺廟 對龍坡邦來說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正式的來跟大家好好地介紹一下 來來來 就是我身後的這棟 它叫做香通寺 它呢 據說是龍坡邦最雄偉的一個寺廟 那它是在1560年的時候建立的 一開始呢都是王室的資產 然後它跟王宮一樣 都是玄子在湄公河的旁邊 據說呢 裡面也非常的有特色 我們就直接進去看看囉 最重要的記得保持安靜 我原本以為香通寺只是一間寺廟 沒有想到它是一個蠻大的園區耶 然後在我身後的這個呢 就是它的正點 你可以看到它的屋頂一層一層的 然後甚至是已經接近快要到地面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龍坡邦這裡 非常特別的寺廟的風格 然後我還發現一個也是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屋頂兩側 是Naga神獸的雞腳 有沒有看到那個綠綠的 然後這邊真的有非常多的店 我現在要跟你們介紹一個 我剛剛看到也覺得蠻特別的 它呢 跟這個香通寺 為什麼會建很有關係喔 就是這個 這一棟呢 就是林車之店 那為什麼裡面會放林車呢 因為那個時候在國王駕崩之後 這個林車沒有辦法隨著遷都一起到永征 因為它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就放在這邊 這也就是為什麼香通寺會在這裡打造的原因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看囉 香通寺已有456年歷史 是目前遼國境內唯一留下最完整 而且最古老的廟宇 所以在遼國境內寺廟建築地位也最高 具有歷史與建築的藝術價值 那我們後來到香通寺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們發現這邊有一間小小的寺廟 然後據說呢 在那裡許願非常的靈驗 然後每年都會有泰國人喔 然後過來許願啊還願啊 我覺得可能就像遼國的四面佛的概念 可是它沒有那麼常見 你特別去它不一定會開 一年可能開不到兩三次 就這麼幸運被我們遇到了 我現在呢要去拜的是這裡的曼佛 這個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據說這個小小的寺廟 它一年當中只會開兩次 就連遼國人民也都不一定有這個機會 可以看到它門打開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來這邊 希望可以許願 現在換我了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被很多的人潮 就大家在排隊吸引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也跟著去排隊了 然後真的也讓我排到了 然後我就進去呢 許了一些願望 然後聽和尚啊送經啊等等的 簡單的幫我祈福 當然我有替各位觀眾朋友 許願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身體健康平安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在那個關西瀑布啊 我一開始看到照片 覺得它就是一層一層的 然後大家都把它拍得很像那種 網美照很像秘境的感覺 然後感覺你是要 一段很長的車程 或者是走路才可以到的那種 人煙稀少的地方 但是你到那邊我發現我錯了 那邊人超多 太消暑了吧 哇這裡賣好多吃到 而且今天的人也太多了吧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龍坡邦這裡的超熱門景點 關西瀑布 今天之所以人會這麼多 就是因為這幾天 剛好就是非常熱鬧的潑水節 然後呢你看到我的衣服也都已經換好了 我已經準備要濕身好好的消暑了 好了先講 天氣實在是有點熱 讓我們直接前進瀑布區嗎 我現在走到了 第四層瀑布區的一個小小的出口 然後它這邊有兩隻非常可愛的小動物 猜什麼呢 又是這個小路 因為這個地方叫做關西瀑布呢 關西在寮雨當中 它是有特別的含義的 關呢它是指梅花路 西呢是白的意思 據說這邊以前有白梅花路出沒 現在可能已經看不到了 不過總是要有這些吸引人的傳說 才會讓大家帶著好奇心來這邊探索對吧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第四層瀑布區 是不是超級漂亮的 而且它很高耶 它的高度大概有49公尺高 而且最特別的是 這邊因為石灰岩地形的關係 它形成一層一層的 然後這個水的顏色啊 藍藍綠綠的非常的美 我現在呢除了要找個好地方來拍照之外呢 也要去找到底哪裡 我可以跳下水 好好的來去消暑一下 大家都在那邊 把它當成是一個度假村一樣 那邊賣很多吃的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直接旁邊野餐啊 然後拍照啊 然後享受大自然啊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要玩水 哇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個 可以跳下去玩水游泳的地方 不過它好像看起來那個水池沒有很深耶 旁邊還有很多小朋友 這應該是兒童池的概念 我覺得不行喔 我要再往前去找深一點的來挑戰一下 走吧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階梯瀑布群 這樣一層一層的流下去 對 小白滴 小妹妹們 小妹妹們 就是這裡 然後這幾個都是西洋面孔 他們現在光著腳 然後在渡這個河 看起來非常的小心翼翼 然後這邊也是分了好幾層 人比上一層來得多了 我來敞看一下看這裡適不適合下水 其實我一開始就列這個願望清單 就是我想要跳水 因為其實我有點怕 可是我會滿想試試看的 然後在看到那麼多人在玩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一點緊張 所以會讓我真的還是願意跳下去 第一個是因為真的太熱了 我覺得不行 那個水看起來很涼 我一定要下去 在遼國之前 我有另一個願望清單 就是我想要做一件我不敢做的事 我覺得這個才會成為 我在旅行當中的記憶點 所以我現在要往前走到一個 被跳水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發現我可以拉別人跟我一起 有人一起好像就沒那麼緊張了 然後我就隨手就是 隨手拉了一個 就在我旁邊的遼國男生的手 哎呀 要跳囉 我是很高的一個夥伴 兩個人一起 哇 我要做出場 1 2 2 1 3 2 1 然後雖然那個地方看起來沒有很深 可是其實我還是踩不到底的 所以當上其實我有點慌 然後不過我覺得 一回聲二回首 我後來又再跳了一次 就覺得好像也沒那麼可怕了 跳完了之後 我都覺得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 這種事情好像就是 一回生二回熟 現在沒有人可以拍我一起了 我自己再試一次 我再跳了 3 2 1 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下次 我可能會想挑戰更高的 從樹幹上面 就是最多人的那個地方 跳下來 來 龍泡幫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法國街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法國街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 有聽到我後面動動動的超大的音樂聲 後面就是法國街 這次是潑水捷的搖滾區 你走進去別想乾著出來 可是我今天要先休兵 因為我發現 我買的那個水槍太小了 我根本走進去 然後每個人都拿著超大的水槍 或是超大的水棚 我整個全是不行 我要先升級裝備 明天再戰 我先帶大家來他旁邊的一個 比較文青的一個夜市 我們今天晚上呢 就先走一個文藝路線 我現在已經看到旁邊有賣很多那種文創商品 一些紙 然後小燈籠 一些雕飾等等的 我帶大家好好的來挖寶一下囉 走吧 下一集我們將帶大家在龍泡幫 體驗一年一度的潑水街慶典活動 接下來的旅程 我們將前進國外背包客的天堂 小桂林旺陽